本土剧女星王瞳惊传要结婚了!她受访时不小心说溜嘴这一句话!秘密喜讯爆了光! 她受访时不小心说溜嘴这一句话!秘密喜讯爆了光!少帅!娱乐新闻!检举此片!本土剧女星王瞳惊传要结婚了!她受访时不小心说溜嘴这一句话!秘密喜讯爆了光! 本土剧女神王瞳有一双超大电眼,天使般的脸孔,再加上超传绳的演出,但近几年因为身体亮起红灯,便渐渐淡出戏剧圈,转而合大! 本土剧女星王瞳惊传要结婚了!她受访时不小心说溜嘴这一句话!秘密喜讯爆了光! 本土剧女神王瞳有一双超大电眼,天使般的脸孔,再加上超传绳的演出,但近几年因为身体亮起红灯,便渐渐淡出戏剧圈,转而合大四岁男友艾成一起做起网络购物。 而就在两人爱情长跑四年后,终于传出喜讯了。图片来源,苹果日报。 日前,两人为了自家产品,配合万圣节盛装打扮,爱成打扮成汤包。 王瞳则穿上马来西亚传统服饰,小雅口甜蜜互动,羡煞现场的来宾。 而王瞳看到其他来宾的儿子,也忍不住母爱爆发,不小心说溜嘴表示很想要有小孩。 图片来源,东森新闻云。接着媒体又继续追问是否婚事将近。 王瞳这才透露两人目前感情稳定,正考虑明年结婚,而且预计台湾和马来西亚各办一场。 至于会办在明年几月?他笑说因为夏天太热了,可能会在10月举办,而一旁怕麻烦的男友听到则开玩笑说可不可以只要赌蜜月就好。 图片来源,苹果日报。从受访中就可以看得出小雅口真的很恩爱耶。 恭喜两位终于开花结果了,祝你们百年好和。赶快把这好消息分享出去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小铁目